简安乡立图书馆举办六月新书展 这是由线远迪布斯依赖编列建议款采购的346册新书 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一到早就来到图书馆挑选他们最想要的书籍 而乡长游淑珍感谢议员支持 同时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多使用图书馆资源 陪伴孩子共同快乐阅读 满满一桌子全新书籍让家长和小朋友们相当兴奋 这是由线远迪布斯依赖的议员建议款所采购的新书 总共有346册 因为其实在我的任期内 我在光市学校就建置了非常非常多的图书馆 我一直认为图书馆是非常特别的所在 尤其是这个像是简安乡立图书馆 它的藏书其实我觉得给小朋友可以打开一些很大的视野 所以我特别喜欢购买书籍 让孩子能够从翻阅的书籍当中看到不一样的天地 因此我也很乐意只要是各乡镇市的图书馆 想要来争取书籍的设置的话 我都愿意非常支持 既然乡立图书馆特别举办了六月份的新书展 只要借阅十本书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物 乡长游淑珍和外民众多使用图书馆资源 陪伴孩子共同快乐阅读 挤土好好玩 不只是阅读 我们还要有创新 亦注不同的氛围 让它多元化来吸收 亲子共读 今天谢谢我们迪布斯以赖亦元 亦注的亦元款 让我们增加了346册的全新图书 尤其在防疫期间 极图的欢迎度是孩子最好的一个衣归 不只是实体的借书 甚至于是网路的电子书 以及遥控在我们的资讯里面借书 送书到家 这个都是我们极图的服务方向 我们相信针对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需求 挤注新书的能量 跟配合整个资讯的一个资源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极图受到大家的欢迎 346册新书种类相当多元 适合大人和小孩一起来借阅 简安乡立图书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阅读 极图好好玩 耶 借阅会简安乡报道